到了斜拉山隧道 现在海拔4532米 我还以为我要翻越这座斜拉山 成为我今天的第二个亚口呢 不过4532米 也已经很有挑战啦 晚上这里的室外温度 在零下25度到15度冬季 有很多小伙伴很好奇 灰石250我的小绿 在高原的动力如何 那我想告诉大家是 我翻上这座 4532米海拔的斜拉山隧道 全程用的是二档 速度在40到45公里每小时之间 它的动力确实乏善可乘 在海拔3000米到3500米的频率当中 曾经有一次 小小的一个斜上坡 平路当中的斜上坡 比较超车 提速特别的肉 就是我前面的车辆 它必须时速在40公里每小时 我才能比较平稳的超过去 下次等我GoPro的支架弄好了 因为现在我支架没弄好 今天打算给大家拍一拍我的时速 有一个比较形象的一个感觉在里面 其实它真的是一个咖啡机 也要有那种速度感 在高原上要有一个平时平地上那种超车的那种平凡感 爬坡的时候确实最开始进入3000米海拔 在川西那边的时候很吃力很吃力 它后面进入西藏更高海拔 接近4000米的时候也稍稍有点吃力 经过这段时间的一个磨合也还OK 因为昨天攀升接近5100米海拔的那一个 潭山公路时 还能够用四五十码的速度往上走 对于我对速度的要求来说 已经够了 所以现在我还是蛮推荐它的 除了刹车问题 之前产生的刹车问题 而且没有其他什么问题出现 包括对高海拔高原的应对 也挺让我满意的 动力也挺让我这种速度爱好者满意的 刹车高海拔上山下山都有试过 配合前刹还是没有让我觉得 不能用或者说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我总觉得它有那么一点点偏软 让我再试验一段时间吧 感谢 verste också 我能真的更 think 正好 大家都在试验 欧阳 刮 尽 瓶 瓶 正 Stick Cotton 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